海中小同命案的最新發展 命案的槍手專小組初步鎖定 是未成年的廖姓少年嫌疑最大 但是到底他藏在什麼地方 眾說紛紜 有傳言說他是被接應到 嘉南山區藏了起來 而現在甚至連黑道都寄出了追殺令 揚言要把兇嫌一架滅門 警方沒有證實 但是也不敢大意 仇殺案 死者賴榮正十三號出病 攻擊會場上氣氛不尋常 五十多名警力在四周跟制高點戒備 因為傳言有黑道放話 將大開殺戒 甚至要讓凶手一家滅口 當作復仇 內政部長這樣一話 沒把傳言當真 但專案小組對任何線索不敢輕忽 據傳涉嫌重大的廖姓少年 不單單只靠陽性角頭接應 其實幕後還有更大規模的組織接應 傳言他真正的下落 可能藏匿在嘉義台南山區 由於廖姓少年不帶手機 全靠線上遊戲當作聯絡管道 還有警方將他比喻成惡龍張席民 一樣冷靜 廖姓少年是台中縣太平人 有爺爺奶奶撫養長大 但國中時期就是不受管教的問題學生 老是對他如今變成這樣 那其實不意外 角頭命案真的是少年殺手所為嗎 從他的冷靜膽士族加上未成年犯案 司法減刑的莊莊推測 警方不排除他被當成復仇工具的可能 目前全力追氣下落 民視新聞綜合報導